《南谷蚊香》五間真情劇場 《美麗傳說2 聲源》 是由榮獲中國名牌的《南谷蚊香》 冠名贊助 洗衣服要乾淨結白還要殺菌 結白物語殺菌洗衣液 將污漬和細菌同步清除 嘩 真是很結白還殺菌 洗衣服同時做消毒 我用絲黃結白物語 新出的結白物語扭扭蓋補充裝 方便又環保 詞人生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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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又是否能夠幫到其他人 在一個黃色暴雨的下午 蘇金妹擔住一隻 和她的電動輪椅車穿過大街小巷 麻煩 這塊膠我會做一個雨衣給張陳仁士 和她的電動輪椅 車一件雨衣 由買料到逢製 蘇金妹花了不少的功夫 我就是覺得脆 我這條車一邊想起 好像我的替燈一樣 我想做的事 她都可以和我做出來的樣子 同一時間 金妹又煮了一鍋南瓜豬骨湯 準備去探一個人 加著石劍美的蘇金妹 經常坐車到元朗 探訪這個病友 連街坊都要人家住的朋友 對 你這麼有心的 我們都不知道 經常見到來 我本身都是做義工 就是可以探病 我真的可以探人 山長水縣 餵的只是帶一盤湯 給住在安路院的問題 一鍋南瓜湯 雖然群青只能用胃喉來喝 但金妹就相信 群青可以喝到 湯裡面的一份大人情味 我記得我小時候入院的時候 我爸爸媽媽雖然要出去下雨 但他很少來探我 我看到左右旁邊有人來探病 有很多湯水喝 自己在那裡很香 躲在臉上來噴口水 我覺得自己現在 他做得到的時候 做的時候是辛苦些 但我覺得給他們喝的時候 他們很開心 喝完湯 金妹又用親自熬製的薑水 幫群青抹身 嗯 以前整身冷了 起到 很淒涼的 那 我嘗試一下 找些薑 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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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煲水來抹 這樣 那隻腳呢 以前他會抽筋的 每次我抹完之後 跟他做運動 簡直就沒有那麼抽筋 好 四十幾歲的群青患過癌 功復之後又中風 一直住在安路院 他跟金妹一樣 因為經常做義工而走在一起 坐著輪椅的金妹 來一次願望探群青 並不容易 平常人輕易跨過的路軌 但是金妹 就要一條條地躺過去 這個 亦都是他最擔心的 好陣啊 隔壁也很容易壞 這樣隔壁 因為他省太多 是粒粒不平的 人生就好像勞鬼一樣 總是有直有彎 金妹說他是過來人 特別明白群青的苦房 人不是經過肚餓 就不知道人肚餓 因為我以前知道 我要需要 什麼人幫我 他現在都是一樣 他需要我幫他 我才明白 怎麼可以幫到他 因為我自己 小時候 住院的時候 都覺得自己 都好像很艱難 很希望有人靠 我覺得 我的處境 好像我以前的處境一樣 水上人家出身的金妹 並不是天生就行動不便 是因為他小時候 在碼頭玩跌傷了 當年他只有15歲 15歲住到21歲出院 我住了7間醫院 開了十幾多 那時候 那個人很癢 站得很厲害 站得很厲害 運動又沒有心機做 吃東西又沒有心機吃 當然要很不開心 人們都在這裡哭 整天這樣 1967年 這個金妹 不會忘記的年份 在那一年 香港暴動 當時加住 沙頭國禁區的金妹 要到市區醫病 亦都受到影響 後來病情惡化 從此 下半身癱瘓 在最黑暗的日子 亦都會有曙光 金妹遇到一個物理治療師 她要坦足的金妹 咬緊牙關 做物理治療 我引到咎尊的時候 她說我的時候 我哭得很大聲 我說不做 麥理教師說 你做不做 我都是這麼多喘 美國現在七幾歲 你日後日子怎麼過呢 我回想一下的時候 她說得有理由 後來我好聽她說 她教我什麼 我照學照聽 自此 金妹變得很積極 1968年 金妹坦足的第二年 她奪得過人輪 以標槍三年金牌 金妹期後 還學會了打保齡球 金妹人生的轉捏點 是認識了一個英兵 叫做Uncle John 從此改變了她的一生 一個馬里治療師 是鬼婆 她不懂得說中文 我也不懂得說英文 她叫一個Uncle 英兵來探我 她介紹我去做義工 走出我人生的道路 他叫你 Uncle John 在離香港回英國之前 提出收金妹做養女 派她到英國居居 但金妹拒絕了 她選擇留在高兒院 照顧一班無故無故的小朋友 張錦泉在教會認識了金妹 被她落於助人的性格感動 這一天她幫金妹 拿她親手做的余套 給一個在港鐵站遇到的傷殘人士 先生 你好